获救的小猎豹张大眼睛东江西望 对世界充满好奇 救援主机刚帮助他从走私集团贩运路线中脱身 但很多同伴不像他那么幸运 根据统计全球野放的猎豹剩下不到7500只 但每年却有大约300只诱豹 从非洲索马利兰被偷渡到阿拉伯半岛 成为超级富豪的宠物 在社群媒体上大肆炫耀 凶猛的野生动物成了超级富豪手中的小猫咪 不仅是财富象征 也是被圈养的奢侈品 许多猎豹从小离开大自然 住进人类打造的牢笼 从此失去自由奔跑的机会 但富豪的家再大 还是无法比拟 瞭望无际的大草原 因为缺乏照顾这些诱豹 通常挨不过营养不良的情况 所以当他们被逃犯的状态 他们只有一年或两年 人们都觉得他们很可爱 然后再回到更多 所以你能看到他们被逃犯 虽然被逃犯了 虽然被逃犯的状态 事实上许多国家立法规定 私下贩运动物属于违法行为 索马利兰也会派员 鸡查走私贩运的情形 只是就算当局打击犯罪 但战乱及贫穷让政府自顾不暇 法律实行难以落实 加上买家是富豪当权的波斯湾国家 禁止饲养野生动物的法规形同虚设 只要有钱想要入手几只猎豹来玩玩 并非难事 在猎豹走私黑市里 只要在农场内出生2到3个月 就可以开始贩售 价格约为6600美元起跳 相当于新台币19万元 中东富豪世界源源不绝的需求 让低成本高利润的黑市持续猖獗 进而导致猎豹数量大减 对于从非法交易案件中被救出的猎豹 救援组织投入人力资源 站上第一线设立收容基地 抢救兵林绝种的珍贵物种 他在尾巴失了半个尾巴 当我们救了他时 他很新鲜 我认为他被刮掉 什么原因 我不知道 他很害怕 任何热闹的声音就会惹怒他 这些是主要的 你能看到吗 任何的声音就会 我认为他也会受到心态怒 他也会受到心态怒 很多这些猎豹 当他们进入 我们会出现很坏骨 很多的猎豹 有股脏异体 我们有股脏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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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股脏异体 所以他们必须 需要加热酬 虎豹也是很危险 或危险 在这个国际上 所以这些猎豹和蝎 都必须要看出 并且要股脏异体 之前能够把一种 进入猎豹 叶豹细致的叫声 就像是无奈的哭泣 似乎知道自己族群 距离留在世上的终点 越来越近 猎豹在生态系中 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 救人组织 救一只 算一只 唯有人们降低买卖需求 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期待收藏珍奇异兽的乱象 早日画下修纸符 让这些敏捷又美丽的身影 继续和人类共存于世 这张是的综合报导